陳時中說 因為台灣 因為有人不高興 所以他拒絕了去年AZ代工的 這樣的offer 我認為 就是蔡總統 當陳部長說 要透過上海復興 跟BNT買疫苗 有人有意見 我認為就是蔡總統 當陳部長說 要幫AZ代工 有人不高興 我認為就是蔡總統 因為事實上 只要透過上海復興 就可以買到原廠出品 從BNT歐洲直送台灣的疫苗 絕對沒有問題 恐怕不只是 蘇貞昌 蘇系的吳姓立委 從中作梗 誰能夠讓林泉的三千萬劑 被擋在門外 恐怕不是陳時中 而是林泉的老闆 前老闆蔡總統 AZ疫苗的生產 為什麼有人不高興 陳時中必須買帳 必須買單 就是蔡總統 因為蔡總統一心呵護 亞苗助長的國產疫苗 7月底就要讓全民施打 在苗之前不可以有AZ疫苗 也不可以有BNT疫苗 有了AZ疫苗的數量少得非常可憐 今天如果不是因為疫情這麼的嚴峻 我們根本也沒有六月份的這些兩百萬劑 來自美國 美國的援助其實還沒有到 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到 來自日本 以及我們之前所購買的少量的莫德納疫苗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可以看得出來 都是蔡總統的一意孤行跟堅持 才會導致今天台灣沒有疫苗 才會導致今天我們全民只能等著施打國產疫苗 這個錯誤的決策 我相信蔡總統要負起全部的責任 今次再度我к Ivan Eastern ABS I